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TWICE Nayan的跟踪狂 八个蛋的最新近况 前两天他上传了一支影片 你好Nayan,我现在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让我混乱的是 我听说了你在2020年初 为了撤回QVP娱乐对我提出的禁止接近处分 而去了首尔中央法院 所以让我混乱的是 为什么Nayan会在2020年初为了帮助我 来这里花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你却不能花费几分钟 明确的说明你对我是有着什么样的感情 Nayan,我要留在韩国呢? 还是要回德国呢? Nayan,我来韩国的理由是因为你 请看我的其他影片 然后很有教养的他给了Nayan几个选项 Nayan,请在下列三项中选择一个 1.我要停止爱你,寻找其他女生吗? 2.在你有时间为止,一直在德国等你吗? 3.在不远的未来,你可能会有时间 所以为了我们的相遇,我要留在韩国吗? 我的联络方式会在影片下方 Nayan,请明确的回复我 你回复我不会花费几分钟的 你这样不明确的行动会让我花费很多钱 希望你能赶紧给我回复 我真的很累,我只希望能听到你明确的回复 请你确认我为了你做的YouTube影片 今天的影片更新就到这里,再见 等我一下 这八个蛋提到的Nayan帮忙的这一段 就算是真的,也很有可能是 以参考人的身份出席法院的时候 因为不想把事情闹得很大 所以就说了一些委婉的话而已 应该就是这样 总之,在他离开韩国之前 我会继续跟踪他的消息的 下个消息是 为了庆祝Shuper Junior出道17周年 在10月6号出道当日早上10点半到下午5点半 台湾的粉丝们会包下台北西医区 复分旁边的捐血车举行热血音乐 而粉丝们在捐血后 可以凭着自己的血腥 领取对应的成员血腥香片小卡 也有9位成员喜爱的食物 随即组成的食物礼包跟首付 这次的活动不是有赞助上 是粉丝们掏自己的钱 以公益的方式举办的活动 所以粉丝们可以用很特别 也能帮助很多人的方式 庆祝Shuper Junior的出道纪念日 成员们知道了 应该会非常高兴的 虽然我没有什么资格 但是还是想要代替Shuper Junior成员们 感谢台湾的粉丝们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收到PlayPink解你的飞吻后 尖叫我的美国粉丝 啊十八超好笑 咳咳咳咳咳咳 明明是喜欢后大喊 为什么很像是见到鬼后尖叫的声音呢 什么呀咳咳咳咳 笑死我了咳咳 PlayPink一定要举行安可演唱会 我一定会去看 我一定会去看